不怎么长个 然后他需要就是他矫正一下 今天带我儿子老大来看一下 这个长个的地方 这个是个连锁的 他们说一年在这儿都可以长四到五厘米 进去看一下 走 然后看看他行不行 这周六还有来运动锻炼的呢 因为今年的话老大就是 大医院就说开始让他要打针了 然后我们在想要不要打 哎呀 又怕不打的话他又不长 所以就赶紧趁着在打针之前 我们想想办法 因为他确实有点比同龄的矮 那天去上美术课 人家都18年生的 比他高 闹得多 说他那个小骨头啊 太小了 都没有肉 就是吧 离我家有点远 开车不堵车半小时 堵车得四十多分钟 很化妆 衣服了 这里有一个希望的个子 我说我本来想写一米七 他说想想一米七 但矮能写一米七八吧 刚才问了我一堆问题 然后现在等院长来跟我谈一下 他这可以矫正体型 长个儿 还有肥胖 老大在里面说话呢 跟人家聊天呢 别动 他还好开心 什么东西 中国 给 这是那个给他拍的照片 医生给讲解了一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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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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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来 找那种就是综合伤体育的锻炼的地方 然后我就上网找 就找到这个地方了 就是说就是他吧 是需要一下子交60次的钱 他说你得使劲这么锻炼才行 然后这样没办法 因为现在老大的腿上没有什么肌肉 然后呢形状是这样子的 这会儿有点突出嘛 就是好像有点身中这种腿型 因为他小时候就有点螺旋腿 然后后来长长长开了吧 但是还是有一点 再加上他不怎么好好吃饭 然后没有肌肉 导致他就是不怎么长个儿 然后他需要就是给他矫正一下 锻炼的时候加大锻炼的力度 其实就是得让他使劲运动 但是在家里或者其他运动的话 就是没有那么的有劲 反正就先练脸看看吧 然后他说就是先不用打针 他不太建议这么早打针 因为大医院的话是说 让他从今年开始就去打那个生长针 但是我们一直都有那个顾虑嘛 我就想着如果这个可以的话 就不打针的话 他就没有什么压力 那现在体重是16.7 他需要长到20公斤 现在没有20公斤 所以还差这么多斤 然后身高的话 一年的时间需要长16厘米才行 但是估计够呛了 不知道这样运动 他说行不行了 就是各种办法都是呗 他能长个儿就行 然后这个医生也说 如果他不好好吃饭 你就因为人家说打针 他就长个儿 你就可以打针去 也没有用 白打也不长 所以有的医院是写了 有的孩子打针也不长个儿 那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院长说的 他不好好吃饭 他的那个骨头是不正 就是不正的 你给他打针 他也长不高 所以还是要好好吃饭 其实他吃挺多的 就是不咋锻炼可能是 没事 今天有点疯 只好下了一天雨 这会儿停了 出来溜的吧 老二非得坐婴儿车 然后这个院长可有意思了 他那个说他想去中国 办这个地方 就是办这种运动的地方 有的客户让他去上海 然后他说他不敢去 他说不贵中国话 我说那你去吧 我给你当翻译 哎呀看看我儿子能不能长个 这一共是八九个月的时间 如果是一周两次 每周都去的话 就能八个月 看看长不长 见证一下啊 姐妹们 这样的话我就先决定不给他打针 如果这个也没有长 然后那个也不行 那我们再打针 哎 因为我 我怕他打针 他不愿意的话 就会有压力 然后就更不爱长了 走 生孩子容易 养孩子真难呢 怪不得都不生孩子了 就我傻巴拉几台 整三个 你说说 你说说 不吃饭不行 不长个不行 生病不行 这不行 那不行 老大也不喜欢了 这老回降福了 我 tänkte老大也不喜欢 地生病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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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